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和其他选手 一直在和过去的自己去较劫 他只是想让自己表现得轻松一点而已 但是第一局云海就直接拿出了麦凯伦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首局的赛车游戏式的选择的问题 云海还是上来之后就拿好车 我们看一下这个起步 起步的第一个弯道 非常快 看下这个云海第一弯道过来之后 反射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时间点啊 想要追上去还是很难的 因为麦凯伦在前期的起步优势 以及弹气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 动力非常多 而且能看到云海刚刚在前面的那个劲道口 是使用了一个比较极限的弹气演续的跑法 哎 无关人这里是没有演续到 对 没人上 直接放了一个弹气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后半段的一个路线跑法来说 其实还真的很伤 而且这才是第一圈啊 他还需要做很多的调整 为了让第二圈跑起来不那么吃力 是 这里云海本来想要检调延续过去的 但是感觉是路线有一些偏差 所以说他就用了一个快速出弯 嗯 现在对于他来说 如果能够看到地图上的小空点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会选择球稳的跑马 这里就没有必要再重去的 因为手上的弹气能比较重去的 但是这里气没有卡满 对 稍微又卡了压地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距离下 完全是没有机会再做对抗的 除非说前面会给你 看前去失误啊 或者说前面磕碰 是 但是我觉得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是 这里但是去失误都不足以让一个人追上来 对的 只有一种方法就掉下去 但是不太可怕 哈哈 看前说出来啊 确实语海这边完美飞跃过来 再一踩 看一下做的时间 一个三十五秒 八七五 打破了自己队友的记录 而且能看得到云海 在最后面的淡气延续是失误了的 没有延续 最后的这个舞台上 第一张 第一个人打破的记录 是云海 全场绚丽的灯光 以及尖叫声和掌声 全部为一个人响起 而此时这个男人 围然不失 是 打破了自己队友 一分三十五秒 九五的记录 千寻 没错 保持了二十三天 在今天被打破 一分三十五秒 八七 没想到千寻会以这样的方式 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我相信他也在我们此时此刻 和广州天和城中心的赛场之中 直接选出了桃园剑阁 直接就要把赛车的优势打出来 这跟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你有赛车优势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先打出来 不要想着留 因为你拿到手上的比分 那才是最实在的 对 看一下这个起步 这次开局起步 和刚才的零号现场一样 是 耐海伦肯定是要优先级更高出局的 但是这又跟上一局有点不一样了 上一局的桃园剑队的起步优势 是比现在要更大的 现在就能看官人 能不能在这么小的距离的情况下 都能稳住自己的路向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金鸿这辆赛车 其实在后半段会比较乏力 而麦卡伦的整体性能要 可以说比金鸿高出好几个等 所以云海和刚才一样 选择了撞长过来 看一下这个弯道的延续 双方都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圈还是40中 来到第二圈 现在一个人的话 还能够保持领先优势 而且时间已经是过了 惊鸿的三十五秒前日期 进入到第二圈的一个时间 同样和刚才第一局的比赛状态 我感觉有点相像 在这场桃园剑阁上 云海陆地之后稍微颇量强 但还好速度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不过这个距离的话 依然是没有办法后对外人 对的 这里点票过来 做延续还是放了散气 没错 最后一个弯道的话 前面一关人已经要顺利 充现了一分二十分四二 拿到自己第二轮的第一分 出去就是二零响 出去就是二零响 现在想要去搏一搏的呀 我刚才看了一下纪录榜 四个榜都是云海的 对 那这张图为什么要放呢 看一下也许这张图 一万人会给出我们答案吧 开局起步的话 这视频还是快非常多 但是这个起步云海是只有一个单喷 但是问题不大 海现在前面是没有被动的加持的 雷诺在这张图在麦凯雷出现之前 他就是最适配这张图 这就是这张图的赛车 而且尤其是这个碰撞点之后 尤其一下就会展现出来 张图华对他来说是有企专的优势的 是一关人在前面卡了一下 现在一关人手上是有两管单气的 但是在这个湾那就不需要卡气 云海这里是需要卡两下的 然后再去进行释放 观人也卡了两下 那观人是想要在这里一下就不卡 手里两管器啊 这里再过来放单气 你这是失误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卡在哪里 一关人在前面甩起来了 在进道里面用了一个弹射甩尾 但是这个距离也还是差不多 但是这个路线 刚才云海是稍微有一点偏差的 落地过来之后的这个撞墙非常重要 云海拖飘了 甩得刚才稍微更大呀 导致马上接近的距离了 这边直接上墙了 被一关人反卡了一下 这里是云海想要去卡一下观人 没办法了 最后 1分16秒87 以观人拿到了侏罗纪公园的比赛胜利 而且再一次是利用海神赢下了晴天雷诺 这一幕我见过呀 这个选出来之后 其实在这场比赛上面 对于云海来说很难受很伤很伤 真的太伤了 这一幕我见过 我记得在云没有用 对 撞到也没有用 我没有淡气 我走不了 还是选到了北海渔场和刚才一样 但是对于观人来讲 观人的北海渔场 我很少有见他完整地跑完过 看一下这一局吧 事实事物有点多是吧 这里能不能卡到云海 卡不到 云海用了一个双刹弹射 用了一个即使跑法 这一次的开局 是和刚才有所不同的 是 这里要卡一下观人 可以拉近一下距离 看一下这两个弹射 双刹弹射 因为应该是选择了拉一个WCW 对 这里距离稍微给拉近了一点 它WCW有点慢 对 再过来 其实这一段路 云海和观人的距离 也不会有看到一个拉近距离 再过来 这边赛卡亚器 看一下这个距离 距离又是没拉远了 对 已经有五个车身 四个四五个车身左右了 确实 而且作为一张三星图 还是驾驶的双刹战神 这双刹弹射太大了 就稳定性太高了 是 而且这张图 你稳着跑其实很明拉近 对 因为它的双刹弹射的路线 极限的路线是比较难找到 所以只能在这种进阶啊 暴力这种弯道能尽可能地去 多抓一点时间 第二次不选择WCWW了 这个双刹弹射的路线非常极限 距离拉近了一点点 但是云海在前面非常的稳定 这个弯道过来之后感觉又近了一些 就是刚才那个双刹弹射拉近的路线 看一下再奔迹射去 下来之后放弹器 这里还多蹭了一个喷 距离稍微能再拉近一点点 撞到墙了 撞到墙了 再一次卡到了墙上 那这一局的话 云海只需要完整地跑完就行 是的 而且在后面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极限 突然在这里连单击都不放了 对 因为这一个失误 接着的两次失误 对于他来说确实太严重了 对 就这么幸运 1分49秒87 恭喜RM加米云海 在非海域上再拿下一分2比2 2比2 再拿两局就已经是局点了 选了个西湖 选到了自己比较自信的地图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 之前应该是云海有 在面对到宁清的时候吧 搬掉过这样的图 是 对 云海有变到过这样图 因为宁清的西湖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又稳又快 对 那没办法 看一下起步第一个弯 能不能有没有卡位 还觉得第一个弯到 云海还是拿到了一个优势的 而且路线的一个选择上面 我们看到一关人的视角 一直在跟着云海 所以这个距离 两个弹跳点非常的重要 是 但是这个距离 对于后面的选手来说 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路线优势以及跑的优势 就是他能看 他能选择 对 能相对地做极限一点 我现在的话还是 那个问题 一个人说的后追 后追的话 刚才说的优势好多 但是这几个下来 一个人其实在后追上 并不能够把这个优势 最后转化成盛势 但是在第二圈的过程当中 就看云海在前面的一个极限性了 这里稍微失误了一下 一个点飘 过得不是非常的顺利 而且只有CWD 云海又跑远了 一直是有点大 所以说现在距离再次被拉远 看来前面是没有氮气的 这里应该得再加一个侧身 看一下路线 有没有失误 没有失误 对过来 那这样子的话 也还在变远 对 因为把人家后面不断失误 跳台过来 那就没有机会了 云海再次拿下一分 比分来到了3比2 实现了比分上的反超 对 这应该也是云海在今天第一次 在比分上面领先一关人 电影 电影 电影木工厂 对 电影木工厂的话 那两辆赛博 云海还没逃过 这是一个轮支持 这个图之前我们看到 有麦凯伦拿出来跑的 有 对 但是更多的还是用赛博 看一下双方的起步 一关人发现了 云海的一个好点 被他逮到了 但是 云海还稍微快一点点 前面的卡位是 官容稍微有点优势 对 但是这里的一个大节奏 这里 云海是会比官人多一款氮气的 但官人的话 哎 官人氮气扛满了 是 这里手速很快 而且没有太多的吃素 是 这时候这个距离感觉 还稍微远了一点点 对 他用的有点去 而且路线非常的好 但这个距离 就跟启伯的距离差不多了 没有什么区别 没错 带着这种的距离 来到了第二圈 第一圈是43秒钟 这里 云海要卡位 但是被反卡了一下 云海真的很想去找机会啊 这个万道如果说 刚才一关人真的没有做出这样的抉择的话 云海是可以卡到的 是 我感觉到他云海好像还犹豫了一下 酷 他当时要卡位 就必须得加刹车 但是你刹车是有一定的机力 你能断掉你的飘移痕迹的 对 所以说 这个是他没有想到的一种操作失误 刚才我不知道是卡位的元素 还是我看到的元素 感觉车身稍微往右 小了那么一下 因为一关人在他的左侧 对 因为他是要往右侧去的 那个湾是往右侧的 哎 这里上来了 被右眼一关人 但是一关人没有被卡掉 最好能够冲箭 1分26秒 还是拿下了比赛 而现在比分再次占平 这真的是千呼万化史出来啊 也就是说云海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果说你要拿到追光的话 我下一张图就是要拿海诚 看一下关这个起步能不能弹得满 满了 满了 但是这个距离就得看 刚刚我们说的 他这个防卡位的意识 第一个防卡位做得很好 已经能够借助自己前击的特性 拉开对眼的差距了 对 但是这里云海做得比较的极限 对 这里可以惯性出关非常的快 但是这个淡气会结束的早一点 这里防淡气再进入室内 云海要去找机会 这个延续 这个关人没有延续上 直接被云海反超 没错 距离的话是直接被反超了两个车身位 对 而且他还是进 哦 这里 这一个失误 这个距离可以说是不可挽回的 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宣告比分 4比3了 没错 云海这样迎来自己的第二局的局点 现在关人在后面可以尽可能的去弹射 去找找自己的手感 来准备下一张图 这里路线的选择也非常的完美 刚刚来第一圈的一个完成度 很想像是云海的这个稳定性还是不太需要让你再猜成的 没错 这能够一直稳到最后的 对 现在一个到手了直接延续过来 最后的一个长直线 这个成绩应该是1分26秒小的成绩 26秒21 拿下比赛 那我们恭喜云海 4比3 顶先1分 先拿到自己的局点 没错 先迎来了自己的 但是换星难了 换星虽然是一个三星 但是真的很难了 太可怜了 但是我也见过太多次海神吃掉追光的场面了 没错 对 看一下双方怎么样去去对抗吧 这张图我觉得是一关人真的强口脑壳想出来的一张图 这一次开局 云海的弹射直接顶到了关人 反而导致关人气没有卡满 现在反倒是关人这场追光来追这场海神 没错 但是海神在前面是没有曾经加强的 但是驾驶这俩海神的人可是 海神 可是海神啊 是啊 过来 在这样的一个距离下 没有海神buff的加持下 一贯人还是可以追的 但是云海只要在前面保证自己的弹射 保证自己的弹射完成度就够了 对 还可以看到刚刚关人在前面的双方弹 就是没有弹出来 导致那个车身位又拉远了一点 但是远的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现在进到第二圈依然是可以进行后追的 是 但是这也还是得前面云海有机会才行 他必须得抓住自己的路线 比云海更紧急的 对 以及云海的弹射到底足够有保证 是 是 刚才可以看到云海前面的落地点 也有了一个双方弹射 是比较求稳了 看一下后面的这两个地点 这里的路线稍微又拉近了一些 下来卡器弹射 再过来 再来 最后的一个室内控车非常的重要 云海在前面 往后 几个下来踩过来之后 这里 这里有没有机会去撞 最后选择去撞 撞不到了 看一下一个人怎么选择 直接撞 但是没有撞到 恭喜 给云海 在换阴城假日拿下了局点 同样在亚洲杯的舞台上 让我们两次看到 云海在这张图上面 失去了太多东西了 在赛点 在局点 都是换阴城假日 而这一次 在面对到自己局点的时候 换阴城假日 拿下了这次的比分 我觉得对云海来说 太重要了 下一张图将会 下一场比赛 将会决定了谁能够和迎亲 在决赛的舞台上碰面 是和云海之间存在差距的 没有 那我觉得 要真说有差距的一张图 就北海了 对 北海这张图 因为官人的稳定性 的确在这张图上 对